选与什么,debif 一样是输入debif这个函数 那可能比较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字比较拼错 第二个的话呢,那我先给他的生日 因为比较前面日期,逗点 第一个给他了 第二个的话,跟哪一天比呢?跟今天比 所以今天的话,你就是直接 当然你这边因为我们前面本来有一个可以点的 不过这边因为我没有那个可以点的那个储存格 那你可以直接输入 直接把today函数直接输入到这边就可以 但是切记哦,因为他不用引述 所以请你这个小瓜糊一定要加 我记得我们同学忘了加小瓜糊 因为你不加小瓜糊,它就不是一个函数 它就是一个字串 而且是不对的字串 因为字串前后还加双引号 所以他会出现说他不认识这个东西 OK,逗点要比什么呢?比Y 所以前后记得双引号 这个也要记得,双引号这个不加也会错 所以这里面有蛮多细节 一个地方没加就会出错 打勾之后的话呢 他会出现说这个人是45岁 但是45岁,因为我们现在是1972 45岁 因为它8月嘛,所以还没满 所以基本上它剩下来的呢 那你比完之后它应该剩下来几个月怎么办呢? 我刚刚讲过,你可以把它加到后面 可是后面这个地方会牵涉到什么? 这个公式 后面还要跟一个双引号 字串串接 所以串接记得中间一定要end符号 公式跟字串串一定要用记得 这个end符号 那串接的方式 最简单的方法是 你就end 我习惯上把底下这个字串 在睡以后这边 把它Ctrl C Ctrl C做什么呢? 复制之后呢 再把它加到这边 end串接 双引号先加 贴上就好了 然后再加后双引号 表示说我这边加了一个字串 请你帮我把它串在后面的意思 打勾 但是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N 两个N 那我可以怎么样呢? 再把这两个N 把它串什么? 串这个公式 可是问题哦 这个公式 要再放到这个里面来的话 特别注意哦 因为我需要把这个公式 放到这里面来 那把这个Y改成YM不就好了 可是特别注意 就是说你要放进来的话 你需要怎么样? 把它先切割开来 就是说呢 本来一个完整的字串 你必须把它切开变两个 分开来 中间放一个公式在里面哦 那一样的道理 如果你要放一个公式在里面 前后也要加串接符号 才能把公式把它丢到这里面来 才会OK哦 所以这里面也是一样 很多细节 但是这个细节 如果你都可以掌握的话 以后你要做很复杂的公式 都会很轻松的 所以一 怎么样呢? 把这个公式给复制一下 二 再到这个N怎么样 我的习惯选取它 这个有点像之前写VBA的道理 VBA里面不是放一个变数I嘛 我不是讲过嘛 双一号双一号移到中间 endend移到中间 再把公式贴上就可以了 OK 这个做法跟前面哦 那个VBA里面放的变数 概念蛮像的 双一号双一号是先切开来 endendend呢 因为我要在中间放一个公式 要把它隔开串接 然后呢 贴上之后呢 你就把它改成ym 打个勾 诶 有没有 45岁 5个月出现了 还最后一个 剩最后一个n 一样的道理哦 所以怎么做呢 一样怎么样 当然因为已经复制过了 所以不用再复制了 所以当然刚刚是什么 先复制对吧 然后呢 把这个n怎么样 选起来 我做什么呢 其实以后 甚至有都被口诀了 这样 双一号双一号移到中间 endend 再移到中间 把公式贴上去就可以了 那贴上之后 因为它这个资料编辑列宽度不够 所以我下面有个展开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 y 可以把它改成md 就是 算完年 算完月之后 剩下来的天 告诉我一下 打勾 45岁 五个月了 其实基本上的话 就是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 十二 然后一月了 然后八月五号 今天已经二十 所以它又 就是又多二十四天 呢 太多了